Hello,大家好,我是馬友 在過往我拍我最喜愛的系列裡面 都會有好多人說想看我最喜愛的化妝品 那為什麼我一直都不拍呢? 因為我差不多每天都在試新化妝品的時候 我很難選我最喜愛的一十大 想想一下既然是這樣 不如把化妝品拆散很多個月 這樣去逐條片拍給大家 所以今天就要拍我最喜愛的化妝品 頭十位了 還沒訂閱但又在看影片的你 好像不太對 先按訂閱,馬上開始 Fenty Beauty的這一支 Match Stix 我是黃得來一點偏白的路線 所以我覺得我的膚色是很難去找 對色的陰影的 那我喜歡怎樣用呢? 我會這樣 大概三、四下 我會用一個掃子擦 雖然我的鼻子高 但是我經常都會嫌 這個骨子不夠凸 令到輪廓扯在一起 但是不用打那麼下 拍照的時候 鼻子的比例就會小一點 沒有那麼大 我平時會打在這個位置 V字形這樣打 還有我會把我的鼻子吞在這個位置 用一點點去擦在人妝上 其實人妝對一個女生來說 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擦唇膏的時候 你的人妝突不突顯到它 也是很重要的 說一個漂亮人妝的例子 它就是 周瘦辣 你看看 你看看看 你看看看照片 你會發現 原來人妝真的很重要 搞定 看看我的鼻子 是否立刻好像窄了 但又很自然的感覺 我最喜愛化妝品中 第九位 其實是兩個產品 但是我喜歡混合它一起用 Perry Pera 我想說它是一個薄到爆炸的 Cream Blush 首先就是底部 塗一個橙色的底 這個橙色的胭脂 塗了之後 好像有一種 花朵盛放的感覺 另外因為我剛才說 我皮膚有點偏黃的關係 我就會再用紫色的胭脂 塗在我橙色的胭脂面上 我皮膚看起來就會更加顯白了 正所謂 一白遮三口 我皮膚立刻看起來 通透有胭脂 皮膚看起來好像很白 很自然 我最喜愛化妝品 第八位 由兩三年開始 很多潤唇膏開始有顏色 但我試過很多隻 要不就覺得太深色 有些真的淺到沒有朋友 但是被我發現了這一支 Chanel的La Beige 顏色Lip Balm 包裝超級無敵的 中性 只有Logo在頂上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男生都可以用的 有色的潤唇膏 任何人類的唇色 如果一清白 整個感覺就很沒血色 很不精神 一個自然的唇色 在我們日常的daily life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被我發現到這一支唇膏 我是覺得很高興的 其實今天這條片 我已經塗了這一支有色的潤唇膏 但其實你看起來 我的嘴巴不像化妝 是一個很自然的唇色 所以我非常感受這個效果 它是我最近去到哪裡都會帶著新的一個重要物品 我最喜愛化妝品 第七位 這一支是我十大喜愛的唯一一支Liquid Lipstick 因為我只收過它四個顏色 那其實我的顏色不是我全部都很喜歡的 我只有這一支989號我特別喜歡的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它的刷頭就好像一個 啤梨身形 身形 不像啤梨 對不起 是一個啤梨 還有這個啤梨形是很bendable 看著它有多能屈能伸 很深 好有一種霧面 但又很薄的感覺 有時候塗唇膏 追求不只是顏色那麼簡單 這些全部都是很講 用一支唇膏的時候的那個過程 而這支唇膏就給了很大的這個感覺 而且重點是它抹起來 不會令到嘴巴很乾 而且它完全不顯唇紋 所以它真的很高分 我最喜愛化妝品第六位 眉筆 其實眉筆在我心目中是有很崇高的地位 我每一天 就算我不塗粉底 我不塗嘴做什麼都好 我都一定要畫眉的 因為我的眉是有點崩崩的 拿走給你看 但如果那天我又不是很想化妝 我又趕著出門 但我又要畫眉的時候 這支就是一支很好的眉筆 它的粗度簡直是我手指尾的十分之一 好了 我現在要表演五秒畫眉 那這樣就是向下畫 畫畫畫畫構 短了 搞定 弄了 對了 對正正關於我想到這個產品ини talented 你做出來時不要 вам扭大多 拉到這麼大 那麼滴滴滑眉已經足夠了 粗了又又又好 我最近喜歡它 我最喜愛化妝品第五位 好了下一個我最近很喜歡用的產品 它也是一個胭脂來的 NARS的Orgasol 這個顏色其實就是一個粉紅色的blush 但它的面上有一點很淺橙色的glitter 它的liquid的關係 令到你皮膚很自然的glow的感覺 我剛才提到的這些cream blush 雖然它也是cream狀 但它給不到那種自然皮膚的感覺 但這個blush就給到了 我在影片剛才我用的兩個blush之前 其實我是塗了這個liquid blush 用了這支Orgasm就好像自己發放出來的glow的感覺 它的設計非常獨特 你要這樣扭一扭 然後再給你用這個位置 為免第一次用的朋友會用到處都是的關係 我打算教你一個小妙 就是你打開的時候不要用這個 直接在瓶子上拿 教你用整塊臉就可以了 重點是女生塗這個胭脂 男生一定看不出化妝 嘩這個女生的臉色這麼漂亮 嘩她很可愛 可惜可惜 這些男生看到的這些假象 其實全部都是因為這個胭脂 我最喜歡化妝品第四位 Jacqueline Hill Highlighting Palette 這個palette真的很漂亮 雖然很好用 雖然它很大盒 但我想說它的粉 它的產品 它的顏色 所有東西都是非常漂亮 你看它已經給了一種很自然的glow 但其實如果你想弄到 那面的highlight很強 很強 其實也可以做到的 這個palette 你只要濕一點 在掃在掃上去 它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還有我用很多的highlighting palette 不知道為什麼很多粉 都會很容易掉 但它是不會的 它吃得住在皮膚 而且它不會因為我臉出油的關係 令到那個highlight 看上去越來越有亮的效果 它都會保持在我上妝的時候 差不多的那個亮度 這個品牌是來自於一個 很出名的外國的一個 Beauty Blogger 叫Jacqueline Hills 最出名的就是它的highlight 真的非常之高分 我最喜愛化妝品第三位 遮瑕膏 Dior Skin Correct Concealer 這支concealer很適合夏天使用 因為我用這個concealer遮我的眼袋的時候 用了大半天 它都不會卡在我的眼紋下面 它不會令到我的眼睛有一條條線的感覺 它的質感是非常之薄 它有一定的遮瑕度 但就不是超級高 就像我這支It Cosmetics 對我來說它的遮瑕度是100分 但有時候小小瑕疵也是一種感覺 它不像有些concealer塗完之後 你會感覺上很滑扁的那種感覺 它塗完之後會維持於皮膚本身的 大概的光澤 如果你只是追求一個 我平時又不是很多粒粒很多暗瘡 但就有一點點印上遮瑕 那它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最喜愛化妝品第2位 就是它啦 Tutty Beauty的一個 Eyeshadow Palette 所有看這條影片的朋友 你不多不少都真的喜歡化妝品 你家一定是有些化妝品是你不能缺少的 顏色真的非常實用 全部都是很neutral的顏色 你看看這兩行的白搭啡色 已經足夠你日常生活中用的顏色 不同的grading的黑色可以讓你用到 而且它每一行都是不同的texture 這一行就是Matte的顏色 這一行就有好少少少少少的閃粉 這一行就有metallic 很foyol的那種感覺 上面這一行就全部都是大顆的glitter的感覺 如果你有化眼影的朋友 這個palette真的 入手啊 沒有洩啊 相信我 我保值啊這個palette 我最喜歡化妝品 自尊位 就是它 Tom Ford的Shade & Illuminate Foundation 首先這支粉底 它不是普通的粉底那麼簡單 你這樣搓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根本跟cream 是一樣的texture 塗這個粉底的時候 我不需要塗primer 我直接洗完臉 塗完cream 我就直接用這支粉底 已經OK 沒問題 而且它的texture 非常適合在日常生活中用的 因為首先它非常的長 第二就是 因為它的遮瑕度不會太高 它不是那些很粉 很pigmented的那種粉底的關係 它是很柔軟 好像乳液的感覺 就算你出油 它都會跟你的油 好像blending了一樣的感覺 不會令到你很有那種 粉浮起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 最近越來越喜歡的粉底 而且它真的很漂亮 但當然它很貴 我沒記錯 它好像1400元 1500元 那偶爾喜歡下這些貴的東西都可以吧 好啦 我希望你喜歡這條十大化妝品的影片 不要忘記要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要訂閱 因為我逢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會有新影片推出的 給我一點支持 才能給我更大的動力 每天去試這些化妝品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它的頭髮很痠 它的質感 它的質感 然後請你回家 囉唷 呢 你的嘴巴 餐廳 唷 你 你 在開線